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放马特爱的兄 他们都是谁 何时才能不停讲 一切都知道 空气永远抓不到 鸡蛋涌涌水着飘 这个世界乱走走 我就在看人了 让我自己去寻找 不知好不好 时间空间来回跑 我要找找找 科学管人捉迷藏 偷偷把我笑 奇怪的公式 摔都摔不掉 科学是个大问题 马虎不能要 问题永远那么多 大案却太少 机房元素和定律 实在太深奥 只捂掉 捂上了腰 可学不会睡懒觉 炎子弹之父 爸爸 爸爸 回来了 宝贝 爸爸 我有问题考你哦 哦 什么问题啊 宝贝 请回答 9月3日是什么日子 9月3号 是什么日子呀 9月3号 是 你不许说 宝贝 这个老爸真不知道 9月3号 到底是什么日子呀 不知道吧 还是我告诉你吧 9月3日是 抗战胜利纪念日 哦 对对对 我想起来了 那宝贝 你知道抗战的历史吗 抗战历史呀 嗯 我 我想想 这个我知道 1945年9月3号 是联合国成员国一起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胜利日 中国呢 命名这一天为抗战胜利日 说起抗战历史呢 就要从 嗯 我不想听 我讨厌听战争的事 我知道这个日子就行了 宝贝啊 战争啊 谁都不喜欢 可是我们呢 又回避不了 我们只有把战争和与战争有关的事情搞清楚 才能维护和平 爸爸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是这样的 宝贝 老爸今儿讲的故事和战争有关 你要客观的来看待我讲的这位科学家啊 好吧 那是什么故事啊 是关于原子弹的故事 原子弹 我不想听 杀人的武器 为什么好听的 你看你看 你这刚答应了老爸 要客观 这又不想听了 嗯 那你讲吧 爸爸我客观一下就是了 啊 这个老爸要讲的科学家啊 叫罗伯特·奥本海默 他1904年出生于美国的纽约 是美国理论物理学家 曼哈顿计划的主要领导者之一 被称为美国的原子弹之父 原子弹之父 对呀 他很厉害的 宝贝 让小乖带你去看看吧 嗯 我不想去 原子弹他 嗯 好吧 我要客观 要客观 走吧小乖 爸爸再见 小乖 这是学校啊 嗯 这是哈佛大学 宝贝 我带你去找奥本海默 咦 小乖 这里怎么那么多人呢 现在是毕业典礼 奥本海默就在台上 谢谢老师同学们的帮助 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的 继续努力 什么意思啊 奥本海默是个天才 三年就读完了大学 在1925年 他以荣誉学生的身份毕业 哦 那他毕业之后呢 毕业后 奥本海默到英国剑条大学 攻读了理论物理 在1926年 他转到德国 今天上学 六十年后 他以量子力学论划获得了博士学位 1929年 奥本海默回到美国 分别在伯克莱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任教 当老师呢 小乖 你带我去看看吧 好 我们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里是哪个学校啊 这里是加利福尼亚大学奥本海默的放工室 走 宝贝 我带你去找它 马尚 别闹了 你吓我一跳 你去帮我把那本词典拿过来 啊 你叫我啊 当然是叫你啦 快点啊 我着急要用呢 哦好的 是什么字典啊 就是那本凡文字典 第三排第二本 你不是知道吗 今儿怎么了 给 原来是这个意思 这是什么字啊 好奇怪啊 这不是上次 你跟我一起去买的 国家房歌吗 你怎么忘了 对对对 我想起来了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这种书这么难懂 你还很感兴趣啊 Masha 你是知道的 我不喜欢看报 不喜欢新闻 不听收音机 我对政治也没兴趣 只是喜欢看书 这本国家房歌 还真是很吸引我呀 Masha 有空你也看看吧 这本书真是太好了 嗯 好啊 对了 你不用去教课啊 哦 多谢你提醒啊 差点误了上课 我们走吧 Masha 啊 哦 哦 哦 你上课就拿一本书吗 我不是一直都这样上课吗 Masha 你今天到底怎么了 看起来怪怪的 我没事 对了 我还要准备点资料 你先走吧 你是怎么回事啊 真奇怪 好险呢 小怪吓死我了 我才不要去上课呢 哈哈 小怪 他刚才看的是什么书啊 那个字怪怪的 那是梵文的 国家房歌 阿根海默还为此自修了梵文呢 梵文呢 我听说过的 怪不得我看不懂呢 他学的东西可真多呀 是的 他的研究化为很广 从天文 宇宙射线 样子见动力学 到基本历子 他都研究 他还很有口才 善于组织管理 他精通八种语言呢 八种 太厉害了 那他当老师 当得怎么样啊 阿根海默拥有一个 优秀教师的潜能和素质 在他身为总是聚集着一群 才华横溢 思想敏锐的优秀青年 他培养出的年轻物理学家 后来大多数都成为了物理师 世界的顶尖高手 由此 美国物理学界 形成了著名的理论物理学派 你可真啰嗦 说他是个好老师 就说是好老师呗 啰啰嗦嗦嗦了这么多 走 带我去别处看看 咖啰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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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玩 宝贝 我们还要不要找奥本海默呀 哦 对对对 你要不说我都忘了 小怪他在哪 他在前面的实验室里工作 走 我带你过去 马上 你怎么才来呀 会议都要开始了 快坐下吧 啊 坐下呀马上 哦 奥本海默先生 我认为你的看法不对 我想我们应该更为仔细的研究一下 这个问题太复杂了 我们不能轻易下结论 大家说的都有道理 但是科学是要以实验为准神 而不是猜测 好了 大家回去各就各位 继续工作吧 没错 科学要以实验为准神 嗯 宝贝啊 宝贝 爸爸 干什么呢 爸爸 刚才奥本海默说了些话 我听不懂 嗯 宝贝啊 奥本海默的话 通常会激发大家更丰富的想象力 你还小 可能听不懂 但是这些科学家是理解的 哦 就是说 他的话可以让大家变聪明 嗯 也不能这么说 其实 好了好了 我知道了 爸爸 我要回小关去看原子弹了 再见 爸爸 注意安全啊 宝贝 这孩子 总这么心急 咦 又是沙漠 这又是哪啊 小怪 过一会儿 奥本海默就要带领其他的科学家 在这里进行原子弹的试报了 哼 原子弹爆炸 哇 好可怕 我们还是离开这儿吧 我们走不了了 马上就要开始了 宝贝 在防护罩里看吧 宝贝 这样绝对是安全的 快看 开始了 天哪 太可怕了 奥本海默先生 恭喜你啊 你成功了 嗯 是成功了 诶 你怎么看上去不高兴啊 马上 科学不仅在于求真 和对大自然的探索 也在于改善人们的生活条件 并增进人类的幸福 原子弹的研制 是危及人类自身生存的潜在危险啊 我对未来的前景 感到非常地担忧啊 他研究了原子弹 但是又担心原子弹 搞不懂 奥本海默先生 恭喜你啊 原子弹 试爆成功了 谢谢 请您讲一讲 您对原子弹的看法好吗 我很矛盾 我其实很后悔 对于原子弹的研究 啊 那怎么会呢 这可是伟大的成就啊 其实 我们关于原子弹的知识 是不应当使用在战争中的 您能解释的清楚一些吗 以后吧 我还有个会议 先走了 再见 我认为要通过联合国 对原子能进行控制 原子能是一种能源 它应该被限制在民用 我希望能与各个国家的代表 交流核科学的观点 达成相关的协议 而且我反对美国率先制造轻弹 它是什么意思啊 奥巴海默对原子弹的危害 有了深刻认识后 它很内疚 它经常参加这类的演讲 倡导对原子能的控制 与和平利用 原来是这样啊 那它后来怎么样啊 走 我带你去看看 小怪 这是哪 好安静哦 这里是奥巴海默的听证会 听证会 是什么 听证会起源于英美 是一种把事发审判模式 沿入到行政和立法程序的制作 审判 奥巴海默做错什么事了 啊 你看完就知道了 奥巴海默先生 你因为延误政府发展清淡的战略决策 被起诉了 现在审判如下 你被宣布为政治不安全人物 将对你进行安全审查 并吊销你的安全特许权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他们怎么能那样做呢 奥巴海默都做错什么了 还没让奥巴海默做清淡 奥巴海默就必须做吗 真是不讲道理 气死我了 好了宝贝 别生气了 咱们回去吧 爸爸 那些人太过分了 他们欺负奥巴海默 啊 怎么回事啊 宝贝 就是那些坏人 他们欺负人 奥巴海默不想造清淡 他们就告他 就把他关起来 哼 坏蛋 宝贝 别生气了 后来大家都理解了奥巴海默 真的吗 是啊 后来重获认可的奥巴海默 还对当时的美国总统约翰 许说 我想 今天人们对于我的理解 是需要您的胆量和宽容的 我觉得 这是我们光明前景的预兆 太好了 早就该这样嘛 这让你该放心了吧 宝贝 嗯 爸爸 你再重聘我讲讲奥巴海默的事吧 好啊 奥巴海默虽然没有得过诺贝尔奖 但他的成就绝不亚于任何一位诺贝尔奖得主 哦 就是 就是 呃 还有 还有 宝贝 我知道许多奥巴海默的故事 你要不要听啊 要 小关子快说 宝贝 奥巴海默还是一个具有非凡领导才能的人 他还在很晚的时间里 把数千人的英雄材质 凝聚在一个几乎是一片空白 没有任何先例 有非凡领导的科技工程中 并最终带领大家走向成功 小关 你说的是什么科技工程啊 也是人体大呀 哎呦 你别别说不就行了 绕着大弯子 来呀 您出来得说两句吧 您别客气 你叫我出去干嘛呀 小书签 您就出来说两句嘛 许多事情还得您说 还有权威性 来 大家鼓掌 大家怎么这么不配合 奥巴海默先生 您看这样吧 您给我们讲讲制造原子弹的事情吧 哎 别说了 对于这件事 我感到非常愧疚 哎 您别这么说 不 原子弹是我参与制造的 那不是您的错 谢谢你的理解呀 小姑娘 对此 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可是 那是他没让你造的呀 这不能成坏年 要是能够重新再活一次的话 我宁可早早去死 也不会参与原子弹的制造啊 您严重了 没有严重 是我的错 我就要勇于承认 好了 小树枪 我还有事 先回去了 再见 再见 啊 真是个奇怪的人 小树枪 不许你说他 奥巴海默是好人 我很佩服他的 是的 他这种勇于思考 敢于担当的精神 是很值得尊敬的 没错 呃 这个 哎 对了 宝贝 我刚才睡觉的时候 好像听你们说什么 抗战历史 我跟你讲讲怎么样 嗯 你又要长篇大论了 你饶了我吧 怎么会 放心吧 宝贝 我讲故事 那可是一流 不想听 这样吧 宝贝 要不老爸带你去历史博物馆参观一下 咱们在那儿好好了解一下 抗战史怎么样啊 历史博物馆 历史博物馆 好啊 我去 把宝贝走 慢点宝贝 参观 哎 有我讲的 有我讲的故事好吗 真是没品味 爸爸 你讲的故事太没意思了 什么 我说的 没意思 我说的 宝贝啊 你不知道卢班他有多厉害 你要是知道了 就会觉得有意思了 鹿音 你塔杆进来了 怎么回事 再来 爸爸 你讲的故事太没意思了 又进来了 怎么了这是 对不起 再来 爸爸 你讲的故事太没意思了 什么 没意思 宝贝 你不知道鲁班他有多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